大家好,有话有反应自己的养的君子兰呢 他养的花林呢,已经足够了 而且呢,叶片的数量也非常的多 但是啊,他养的这个君子兰呢,就是一直不开花 那么出现他不开花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其实啊,是因为我们在进入秋天之后呢 大家忽略了两件事 然后就这两件事呢,没有做好 就会导致你的这个君子兰了,不开花 那么是哪两件事呢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入秋之后的补肥呢 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呢,这个时候啊,君子兰进入快速生长期 如果你的土壤里面的营养不足 就会导致君子兰呢,这个养分不足而无法开花 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时的给它补肥 那么怎么补呢 如果你这个时候要给君子兰换盆的话呢 建议大家可以在盆土里面来垫上一点这个养分 增加土壤的肥力 然后呢,让土壤的营养更加的充足 这样才有利于它开花 那么后期我们养护的时候呢 因为呢,它的花期呢,是在冬春两季 那么我们现在秋季的话呢,用肥 最好就是用这种全营养水溶肥 但林甲是比较充足的 然后呢,定期稀释之后啊,灌根就可以了 等到要开始进入花期 然后呢,要开始进行花芽分化的时候 我们再来给它补充林甲肥来促进它花芽分化 那么你的这个君子兰呢,才会容易开花 那么第二个原因的话呢 就是入秋之后啊,这个光照不足而导致的 可能很多花友在下期的时候呢 也不敢给君子兰过多的光照 但是入秋之后呢,进入它的生长季 如果没有足够的光照 它就没有办法进行更好的光合作用来继续光合产物 那么光合产物不足呢,它也是很难开花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给它光照呢 如果你所处的位置呢,这个时候气温呢 低于28度以下 那么我们基本上呢,可以给它全日照 养护都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温度相对是比较高 在28度以上的话呢 建议大家就是给它渐渐早晚的光照 中午呢,一定不能够强光曝晒 在入秋之后呢,把这两点做好了 基本上你的君子兰呢,都是可以正常的开花的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节见